Mission View 和牧场的麻将度假村 覆盖了南加利福尼亚最壮观的23000一亩的自然景观 在这里生活不仅仅局限于您的家中 您生活的点滴将于大自然深刻的连接 从起伏的山丘到蜿蜒的草地 再到生机伯伯的果园 每一个角落望去都是一个平静祥和的避风港 社区核心的Ranch Life项目更加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便美设施和生活体验 想象一下这里的公园游泳池和俱乐物 每一个都是为了提供休闲和娱乐精心打造 而您的新家将坐落其中 成为这美景的一部分 马江度假村的Ranch Camp 抓住了田园生活方式的精髓 从运动公园和体育馆到宠物公园和户外露营地 各项设施都是为了确保您的快乐和放松 一切总是那么的触手可及 这里也拥有呈现最好的学区之一 像Essentia School这样的当地小学 很早就会将有关STEM的先进课程 加入学生的课堂 为他们的未来成功做好准备 在Mission Viejo牧场的马江度假村生活 意味着选择一个与自然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生活方式 这让它的价值不可替代 也使其成为许多人追求的梦想家园 Hello大家好 我是第三世界陈思丽 今天思丽我来带你看看在Ranch Mission Viejo这边的新盘 目前在这边有很多新盘 大部分都sold out 已经有四个纸盘都已经卖完了 都断货了 然后现在今天要给大家着重介绍的是什么 在Ranch Mission Viejo这边的独栋别墅 也就是Single Family Residence 独栋别墅它数量不多 也就只有三个纸盘是独栋别墅 三个纸盘它们的价位基本上是不相上下 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 Bloom已经是卖完了 已经是卖断货了 也就是说下一期要6月份出来 但是排队人已经达到300多号人 也就是说它剩下的房子 独栋别墅没有几十套 但是60多套 但是排队人已经达到300多 还在继续加 所以建商就决定什么 stop不再卖了 那现在咱们剩下另外两个纸盘 还有在售的独栋别墅 今天私立我就给大家着重来介绍 这两个不同的建商 一个是TryPoint 一个是Nanar 他们推出来的独栋别墅 那介绍之前 在介绍纸盘之前 我先给大家稍微的概括一下 在这里的区 就是Ranch Mission Viejo 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其实Ranch Mission Viejo的 现有的owner 他是从他们的家族 在1882年就有这块牧场了 这块牧场是Ranch和Farming 也就是说他又是牧场 又什么又是种植 但这里总共有二三万英亩的地 23,000 acres 那他们就在近十年以来 他们决定作为什么 作为developer开发商 所以他把这二十三万英亩的地 把里面拿出了六万英亩的地 来开发建设别墅和住宅区 那这个六万呢 其实像23 也就是他的四分之一不到的面积 也就是说呢 即便把所有的这些六万英亩的地 全部开发成住宅的话 那周边的环境 因为还有17万的 什么叫做 Natural Reserve 也就是说他的自然环境非常优越 非常空气的清晰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 就是环境是非常原始的 非常Natural 就他那是Nature Preserved 所以说他的大自然环境 还是非常非常的接近自然的 接近大自然的这种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我说的 你要是向往田园生活呢 那一定是要考虑 Rancho Mission Viejo的新房 所以那种喜欢就是说 要远离城市的喧嚣 然后或者是说 那下了班以后呢 然后回到这个Rancho Mission Viejo的 我说的是处女地 Virginland 在这里生活稀稀的话 你会觉得身心都非常的愉悦 今天要给大家看到的 另外一个纸盘呢 就是Nanata一个新的纸盘 这个纸盘也是独栋别墅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那在本身在Rancho Mission Viejo 它没有多少独栋别墅 大部分都是连排别墅 或者condo那种类型的 那这样的话 它的HUA的费用比较高 Ranging from 700多美金 到1000多美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本来就喜欢住 独栋别墅 没有共产墙 安全又隐私又极好 同时呢 它的HUA小区 就是它的物业管理费用 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 Nanata这个新的独栋别墅的纸盘 它的HUA费用是 每个月是316美金一个月 所以说相对来说 是比较低的了 独栋别墅来说 是吧 然后它的价位呢 从90万上下 也说89万到92万左右 90万上下 非常美丽的清明价 然后高的的话 是在120万左右 那大小的是这样 它是从1400平尺 到1600平尺 然后最大的是 差不多1800平尺 所以比TriPoint的房间 相对来说小一些 然后它的那个价位给大家说了 然后包括它的户型呢 它是两间卧室到四间卧室 也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这个 Number of the bedrooms 然后具体的户型呢 待会给大家实际看一看 它的每一个户型 它的优缺点是怎么样 然后另外在我给大家看 实际看房之前呢 也提提它的HUA费用 HUA费用刚才提的是31600平尺 然后它的其他的持有成本呢 除了HUA呢 还有它的税 税呢是1% 然后同时还加上 Special Assessment 它的Special Assessment呢 是从7000多美金 到9000多美金 不等根据你买的户型的大小 不一样 它的Special Assessment 也稍稍有点不同 但是出路不多 基本上也就差个 大概1-2000左右一年 另外呢 学区呢 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 在Renture Mission Vehicle 它的学区规划是 Capastron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这在美国也好 在加州也好 都是名列前茅 它比如说 从3K到A3 它都是什么 Essential Elementary School 然后呢 它的高中呢 是Tesoro High School 所以这里学区非常好 对于特别注重教育的父母来说呢 对娃娜教育也是非常非常看重 所以说学区呢 也是你的头等的考量的因素之一 所以在这里 你大可放心 这里的学区是非常的资源丰富 不仅资源丰富 也是非常优质的 不管是私自来说 还是学校资源来说的话 都是非常优质的 所以也就是吸引了很多的华人买家 来这里来买新房 那接下来呢 带大家看到它的每一个不同的户型 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它的优缺点 是不是很与你 那根据你自己的人口 还有经济 还有包括家里的需求情况 来选择不同的户型 一定是理性购买 我现在呢 是在Nanard的 在Mission Vehicle的新盘的第一个户型 这个户型呢 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 它的要价价位也非常的亲民 100万都不到 才90万 90万上下 89万到92万左右 那它面积呢 是大概是1400平尺 它是两间卧室 2.5个位置 那它前面呢 我现在所在的是 前面旁边的一个guard courtyard 那你可以看 这 courtyard是一个环绕的 也就是从前面 前门开始环绕过来 然后这边有个quire 当然根据你选的lod location不一样 它的大小也会不一样 那总的来说的话 在有一个这么 就是封闭式的 一个quire yard和side yard 真的是不错 在这里有个烧烤台 然后紧接着呢 就挨着它一楼的 一个公共区间 这个空间呢 你可以说是多功能 因为它这里可以当做书房 也可以当做小孩的游戏室啊 或者是坐gym都可以 这个高挑屋顶啊 我觉得这里至少应该有 9 feet甚至更高 所以它这里的空气敞量 包括这个双拉门啊 玻璃门 所以采光特别好 也就是说从前门都不用开 你就从侧门 就这里 这里直接可以说是 内外它连接的 非常有无缝连接 所以住起来的话 特别舒适 因为咱们中国人讲 觉得还是采光和空气对流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一楼我感觉 Lenar设计跟刚才 旁边的 它的那个 就是另外一家公司 叫TriPoint 设计的一楼 特别雷同 那我们再去看看 它二楼和三楼 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呢是Lenar的一号 弧形的二楼 这里看到的公共区员 一上来就是一个餐厅 个人来说的话 不太喜欢一上楼 就是一个餐厅啊 我感觉有点局促 然后这边呢 就是厨房 厨房的面积还不错 你倒是个L shaped 然后这个 这边呢 还有采光 有个window也不错 那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这个优点在哪呢 就是它这里相对来说 比较近啊 就是用餐区和厨房 比较接近 所以说相对来说 比较方便 那这边是Living Room Living Room的话 有两个大窗户 还不止呢 这个是三个 One two three 中间是一个大的 那我觉得这个窗户 我不喜欢 有这么的格 感觉就是 视野不是那么开阔 那总的来说 这里还是比较open的 对面呢 是它的pantry pantry就是厨房的 那个储藏间 它这个pantry其实比较小 可以说是个柜子而已 所以比较小 但是我特别不喜欢的地方 是它什么 离厨房有点远 而且位置比较尴尬 靠近阳台 你看旁边这是阳台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pantry就是 15储藏间啊 离那个厨房 稍微有点远 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而且靠近这个洗手间 我觉得pantry 靠近洗手间 我觉得都是一个 很尴尬的存在 你不觉得吗 你要过来拿东西吃 就靠近旁边的洗手间 所以这一号护旋 我觉得这方面 可能是它的设计上的缺陷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个价位非常亲民啊 它价钱才小一点的位置 比如说是89万 不到90万 如果位置好一点的话 可能91-12万 所以说90万左右上下的价位 是detached 独栋别墅 这个价位还是非常亲民的 也就是说非常少 即便在Ranch Mission Viejo detached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这个价位也比较 也很难找 基本上在这个价位的 基本上是靠近 比如说七八十万 八九十万 都是像是什么attached 也就是说有共享墙 不是像这样的独栋的 那我们再看看三楼是怎么样 我们到了三楼的休息区 那这里有两间卧室 它是旁边对称 就是这边靠近 走廊近一点的是主卧 主卧面积相对来说 因为它总共的生活面积 才1400平尺 所以主卧相对来说 比较挤一点 如果放个King Size 会稍微有点挤 我觉得建议 可以放个Queen Size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你再来洗手间 洗手间的话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最大的缺点 我觉得是布鲁士衣帽间有点小 作为主卧来说的 布鲁士衣帽间 我觉得稍稍有点明领型 所以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呢 它这个洗手池呢 是雙sink 虽然是雙sink 但是它是怎么呢 就是挨得比较近 所以说它这个空间 像countertop的空间不是很多 但是它里面的淋浴的面积 还是不错的 这个优点缺点 说实在话 我这人只讲大实话 所以告诉你 这个的确是有点缺陷 就是从住起上来 住起来的话 可能没那么舒适 但在这个价位 可能有缺陷或缺点 你都能接受 因为什么 right 它的价钱美丽啊 是吧 在90万上下 所以说价钱美丽 你也可以忍受它一些 不是很好的缺点 这个人是洗衣房 它其实不是说是洗衣房 是什么 洗衣 closet 是个衣柜一样的 上下stack up 所以说虽然说有点小 但是方便啊 因为它在三楼 你不用拿下去 然后次卧的面积也还不错 次卧面积反而 我觉得挺好的 跟主卧相比 我可能觉得好像没有小多少 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次卧它有一个布鲁式衣帽间 而且它的洗衣 就是说卫浴呢也不错 大小也挺好的 主要是它的布鲁式衣帽间 那是非常少的 大部分的次卧是没有那么大的布鲁式衣帽间 所以总的说来的一号户型 Nanar的在Mission Viejo的独栋别墅的一号户型 我个人认为的话 价钱非常亲民 非常美丽 所以呢 在这个价位就十万上下 有独栋别墅在Mission Viejo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再去看看它的二号和三号户型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现在是在Nanar 在Rancho Mission Viejo的新盘的第二号户型 那这个户型呢 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的wrap around 那个core yard和side yard 这是什么 前院和侧院 你看到啊 这个侧院设计的非常精致 你可以在这里烧BBQ 然后呢 这前面 前院 也就是从前门可以从前进去 也是wrap around 所以这里呢 羊羊狗啊 羊羊花啊 甚至中日菜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当然这个是亚马街 所以它已经做了Hardscaping 已经做好了Hardscaping 和Landscaping 然后如果你自己买这个套户型的话呢 你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设计 那这个侧院 它最大的优点呢 是什么 它这里有California Sun Room 也就是说这里什么 有Shade 你不会被晒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Open Area 也就是说你可以这里晒太阳 比如说像我妈爱晒的东西啊 那这里说你有什么 有Shade Area 然后同时呢 有Sunny Area 所以这里自己有什么 有选择 所以不错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 从前面侧面进来以后 就是一个公共区域 这里呢 是可以说是Multi Functional 也就是它这里是多功能的区域 你这里可以把它当作书房 也可以当作健身房 也可以当作游戏室 所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定 或者是设计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好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的灵活度非常大 当然了 这里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卧室 但是我觉得这里的使用性还是非常强的 总的来说 它的面积相当于1600平时左右 1600平时左右 比一号呼吸呢 多了个大概20万 比三号呼吸呢 又少了个大概十几二十万 所以它属于中间地带 如果你要说不需要三号呼吸那么大 也没有到一号呼吸太小 那我觉得二号呼吸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去楼上看看它的公共气怎么样 我现在是在那儿的二号呼吸的二楼 你可以看到一上来就是一个powder room half bath 它这个面积还是不错的 像三号呼吸的那个half bath 就是半位呢 稍微有点点长 想长和特别小 那这个呢面积还是相说来说比较正常面积的卫浴 然后一过来呢就是厨房 厨房的面积也不错 特别是和那个就是餐厅的面积相连在一起 它和那个客厅呢稍微拐了一点 也就是说分离的更加开一些 也就是说吃饭做饭在这边 然后那边是客厅或者娱乐 我觉得厨房的话 跟二号呼吸 三号呼吸 基本上是大红小印 所以我觉得差别不大 基本上是identical 如果要我一定要挑缺点的话呢 我觉得二号呼吸 它没有pantry 就跟三号一样 它没有一个walking pantry 如果爱吃的吃货呢 那可能觉得这个就不方便了 因为没有储藏空间 所以要放那些收藏品呢 就收纳空间太小 就买东西不太好放 所以呢 但它有很多柜子 倒是可以做一些相对性的补偿 OK 但总的来说的话 没有walking pantry 还是一个小商 并不是硬商 这边是有阳台 那阳台的面积 也觉得还可以吧 我觉得不大不小 我觉得还行 但是我觉得它的位置 我觉得不是很好 我觉得阳台的话 如果是对着客厅 我觉得会更加好一些 它是对着什么 对着餐厅 也许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阳台 是挨着客厅的 因为我觉得客厅的时间是最多的嘛 也就是说你吃饭的时间 也就是一天 也就是这么几个小时 但大部分时间的话 大家带的最多的呢 还是在客厅 或者是说起居室 family room 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 就是balcony 阳台和起居室 挨得比较近 或者是有直接的 叫direct access 直接的access去阳台 那这个还要绕一圈 所以这个我个人 我个人不太喜欢 这个floor plan surging 但是也不是硬商 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 那我们再去看看楼上的卧室区 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是在二号户型的三楼 你可以看到一上楼梯 它不仅是一上船 有两上船 所以说它这个楼梯区间 或者是说landing space landing area 是非常明亮的 那这个也比较开阔 也就是说从这个landing area 往下看是比较open的 并不会觉得很窒息 很狭长 很狭长 然后一上楼梯呢 就是一个full bath 还是一个权位 面积还不错 然后紧挨的权位呢 是其中的一个次卧 这个次卧的采光不错 两大窗户 还加个小窗户 所以采光挺好的 还有一厨closet 然后它这个离这个卫浴 比较近 所以这间卧室呢 就住起来比较方便舒适 那这就是和三号户型 有点不一样 三号户型呢 它是jack and gel jack and gel是两个次卧呢 共享一个卫浴 是在中间 那这个是稍微偏了一点 也就是说这间卧室呢 另外一间次卧 它相对来说 采光稍微差一些 因为它只有一上船 不仅如此呢 它的要去卫生间 要拐一个弯 倒过去 所以说不是很方便 这里有那个什么 衣帽 不是衣帽间 是个衣橱 所以这间卧室 我觉得 住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舒服 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洗衣 不能说洗衣房 是什么 laundry closet 它是这个 洗衣机啊 烘干机 肚在这个门口 也就是说 要洗衣服的话 这间卧室的噪音会比较大 所以呢 我觉得这间卧室 住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舒适 也就是二号户型 在卧室区域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硬伤 嘴路加的能够不是很多 也许你可以把它当做舒房 那这边呢 就是主卧 主卧的面积还不错 也是有一个大窗户 但是跟三号户型相比的话 我还是更喜欢三号户型 有过大大的两上窗 再加一个bay window 超大的窗户 那这个呢 相对来说 还是稍微少了一点窗户 这个采光稍微少了一些 然后卫浴呢 基本上跟三号户型差不了多少 这个但是它的shower space 我觉得太窄了 所以一号户型和三号户型的 那个卫浴 主卧的卫浴的话 它的shower 领域区域的话是非常宽敞的 那这个二号户型的领域区是非常窄 但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的布鲁式衣帽间就比较大 相对来说比较宽敞 比一号户型的衣帽间要大很多了 至少是两倍大了 如果不是 if not more 然后closet 这是double sink double sink的这个 countertop稍微大一些 所以它的那个什么 就是摆放的物件的空间更大 所以相对比来说的话 我觉得二号户型和三号户型相比 我会觉得三号户型更舒服 当然比一号户型要好很多 所以真正决定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是你的预算 包括你的个人喜好 还有家庭的需求 也就是说你家里有多少人 有没有老人 有没有小孩 然后呢 能口有多少 所以这些的具体的因素呢 来决定你一号二号和三号户型 来怎么样选择 然后到这视频最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这个星盘 就能耐的星盘 和其他在同一地区 在Renton Mission Viejo的 其他星盘相比的话 哪个的性价比会更好 我现在呢 是在Nanar在Renton Mission Viejo的 新盘的第三个户型 也是它最大的户型 它面积是以1800平址左右 要价是大概120来万 120来万左右 其实跟TriPoint来比的话 我觉得它性价比 可能没有TriPoint的Home好 而且世界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但是在这个价位 120来万 能够买到独栋别墅 也还是不错 能抢到就是赚到 但是咱们话不多说 先给你看它的户型 一进前门呢 这里是个小的玄关 这边是上二楼 然后这边呢 就是到了楼下的卧室 它是个套卧 所以呢 一进来 在卧室之前 就可以看到它这个Fullback 这个浴室的面积还不错 比较宽敞 不是那么的 觉得像那么挤啊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卧室的主要 公共区 主要区域 然后这边是一个衣橱 它不是衣帽间 不如是衣帽间 所以相对来说 它的面积不是那么大 但是的话呢 如果是家里有老人住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 所以这个窗户呢 采光也特别好 屋顶它这个应该 至少有9 feet maybe 10 feet 所以它这个屋顶 也是比较高挑屋顶的 所以坐起来 还是比较舒适的 但是呢 在这三个户型里面 这是唯一楼下 有一个套卧 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 它这个 就是比较适用型 可以说 然后这个呢 是去里面的车库 它是Bay parking 是两个车位 并排爬车 那我们先去看看 二楼是怎么样 我现在呢 是在三号户型的二楼 那楼梯一上来呢 它这还想得非常周到 马上就有一个窗户 也就是说这采光 可以照到楼梯 白天的话 日照也非常好 也就是说 你自己不开灯 这楼梯的采光也不错 那一上来 这个Open Flooring 它这个是非常通透的 就是Common Area 就是公共生活区域 非常通透 也从这里餐厅 到客厅 然后再到厨房 它是一个比较像是 不然说是完全正方形 属于在长方形和正方形之间的 就是不方不正 稍微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放家具的 那我觉得在厨房 这边可能 我看完以后 我自己个人认为 它最大的缺点呢 可能就是没有一个walking pantry 或者是没有pantry 所以呢 对家里人口比较多的人来说 或者特别喜欢 在家里做饭菜的人来说的话 可能是一个缺点 那它有很多 它为了composate 补偿呢 它是有很多的柜子 所以这边上下都有柜子 然后这边还特意多加了一个窗户出来 所以这里采框 透气都非常不错 因为在这里做饭菜嘛 然后这个火 这个灶头和那个水池的话 相对来说有点错开 所以不是正对着也不错 这边呢 就是餐桌 早餐 吃早餐厅啊 或正式餐厅都在这边 这边可以吃什么 午餐啊 便餐在这边 正式客厅面积 我觉得还是不错 看怎么摆家具吧 我觉得这个面积 相对来说三个户型里面 这个客厅面积是最大的 然后它紧挨的是一个超大的阳台 这个阳台我觉得还真的是不错 如果是你买的是corner lot 就是说边缴户的 边户的话 视野还非常开阔 你可以从这里看到远远的山景 Ranched Mission Viavo的最大的优点就是 往这里环境非常优美 空气气新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三楼 三楼呢是属于卧室区域 所以说三间卧室 它总共是四间卧室 也就是说三楼有三间卧室 一楼呢有一个套卧 三间卧室四间卧室总共加起来 3.5个卫浴 它总共的生活面积呢是1800平尺 要价呢是大概在120万左右 所以相对于TriPoint 读动别墅来说的话 我个人会认为TriPoint 性价比会更高 那我们看看在三楼之前呢 还有一个半卫浴 这个Powder Room 虽然说小啊 但是很实用啊 还带着窗户 就是排气啊 或者是空气对流都非常不错 那所以是在什么 二楼和三楼中间 这样的一个Powder Room 所以说就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去看看 楼上的卧室怎么样 那我现在是在三号卧室的三楼 也就是它的卧室区域 一样的道理 它这个对面呢 也进了开了窗户 所以我觉得能让它 这个设计非常不错 也就是在楼道里面呢 加一上窗 像现在这个时候 日照下来 你看这个走廊都非常的明亮 然后一上走廊呢 这里就有两间卧室 在这边 这两间卧室是Jack and Jill Jack and Jill呢 就是说他们共享一个卫生间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就是Jack and Jill这种setup 它比说你要从走出卧室 去洗手间用 比较怎么说更方便 也就是说它是有两个不同的窗 那个门可以互相share 这是其中的一间次卧 还带上小飘窗 然后这边呢 是Jack and Jill share的bathroom 共享的卫浴 所以这两扇门都可以 卧室都可以通到这个bathroom 非常不错 然后这个卧室的采光也非常好 也有closet在这边 这closet面积还比较大 比较空间 虽然说不是walk-in closet 不如是衣帽间 面积也不错 所以两扇窗户 然后这两个次卧呢 它是共享一个卫生间 所以它是3.5个卫浴 然后这边呢就是主卧 主卧 我觉得第三号物形的主卧 我觉得不错 这里有一扇小窗 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大的bay window 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我特别喜欢有bay window 特别是在Rentumichemiru 有那么好的景色 你看这个 这个三元空气景色都非常好 所以你有一个什么叫cenary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景色 也叫它视线非常开阔 没有任何阻挡 所以我觉得三号户型 它这个bay window还是不错的 而且呢 它这里上来还有个布鲁式衣帽间 主卧的布鲁式衣帽间非常大 比一号二号户型要大很多 当然是相对来说的 如果是和那个tripoint 二号三号户型的衣帽间来相比的话 它相对小一些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主卧的卫浴 左卫浴也是double sink 然后这里是share space share space还是比较宽敞的 double sink稍微一点挤 也就是它的color top的空间不是很多 如果是爱化妆的 爱化妆的小妹妹的话 可能估计它化妆品摆不了那么多 但是因为价格美丽啊 在Rentumichemiru 120来万独栋别墅 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非常亲民的 这里也是卧室人家的窗户 采光都非常不错 也就是说这一面呢这一面墙都是窗户加过来 所以说主卧的采光是非常非常不错 非常明亮的 我抹选房子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什么 一定要采光好 要说的自然采光非常好 特别是要玻璃多 因为在加州嘛 气候非常隐人 所以呢这里气候非常软和的话 你有即便有玻璃的话 你就是什么也不会觉得特别冷 然后夏天当然了 夏天如果是在Rentumichemiru 它这边的因为植被非常好 环境非常好所以这里也不会说那么的炎热 你要跟Riverside相比的话 这里还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不同的户型 是Lenar的三个不同的户型 一二三 那价位呢总共来说呢 是大概从90万左右上下到120万上下 所以价位还是不错 待会呢我在下面再跟大家讲讲它的性价比 今天呢带大家看了Lenar的三个不同的户型 当然它的每个户型的优缺点都不一样 价位也不一样 但是呢你要知道在这个Rentumichemiru 它本身这个Single Family Residence就比较少 数量不多 所以呢Lenar也好Tripon也好 这两个不同的开发商 他们的这个独栋别墅卖的都非常的快 像现在在Lenar它总共才69套房 已经只有39套剩下来了 也就是说它卖的非常快 已经是三分可以说是三分之二就已经卖完了 只剩下为数不多的34套 所以是要对这种低价位的独栋别墅在Rentumichemiru 也千万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同时呢加上小铃铛 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跟评通知 因为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什么信息分享 然后帮助你 make a well-informed decision 这样才可以帮你做最好的决策 然后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也随时和我们联系 你看在Rentumichemiru生活 你会感觉有多么的贴近大自然 这身后就是两匹骏马 然后这旁边还有很多farm 而且还有walking trail 还有游泳池 这里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 你都不用离开Rentumichemiru 你就可以感觉到这种特别的接近大自然的这种生活 lifestyle完全是与众不同的 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活 你会感觉真的是身心非常的愉悦 因为什么这里空气清新 视野开阔 感觉根本不在城市里面生活 就是像吗完全是这种田园生活 这向往做田园生活的朋友的话 一定要考虑Rentumichemiru 然后看这旁边的这个马马上就要被搜进马厩里面去了 谢谢大家